张伟丽有了 中国有了 有了 已经明显的吃 明显的不行了 只有招架之空了 就要一圈 结束了 连续连续 但是我上去我就要吃病了 我对自己很有信心 因为我不一定要把这个腰带 留在中国 不能让国外拿走 对我来说挺重要的 张伟丽刚刚夺冠 就有人上门踢馆 来找张伟丽报仇 她就是巴西魔女 玛丽利亚桑托斯 因为张伟丽之前曾击败过她 她这次就是来复仇的 张伟丽我希望你准备好遗言 和你的家人做好道别 因为这一次我去中国 不仅要夺走你的金腰带 我还要夺走你的小命 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那么这场比赛没有错啊 昆仑爵 来自巴西的重炮手 玛丽利亚桑托斯 前来挑战我们的张伟丽 好可以看到比赛已经开始了 双方选手 其实在拳上啊 都是比较重的 张伟丽在UFC的绰号 叫马格南 那马格南是什么呀 重拘 所以说两人确实是 风格很像啊 哎呦你看同时出拳的话 对方是先能打着啊 对 对张伟丽多尝试一下 踢前腿内侧 对 这样还能控制距离 这两个人的你看这个拳啊 就不太像我们以往看到大多数的这女子选手那种力道啊 对 那么确实很足啊 嗯 漂亮 小心 这是接到腿以后 小心漂亮 但是战力衔接稍微是有一点问题啊 没有直接扑上去 马利利亚萨多斯还是在地面上啊比较顽强的 毕竟巴西出来的 不会点柔术啊 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巴西人 好漂亮 哎呦 哦张伟丽的腿法现在很不错 不要吃对对手的直线啊 对对手的直线 对对手的后手拳也威胁性比较大 对 对手还击的速度也很快啊 对张伟丽在进攻的时候前手掉的有点低 好的连续的低扫 张伟丽也是抱一回之啊 但是张伟丽相比之下 我觉得比这个桑托斯要灵活不少 我觉得张伟丽还是尽量前腿内侧 对方的前腿内侧多提 对 对方全发力也很整 嗯对 要不说这两个女子选手打出了男子比赛那种味道 对拿好防御啊防御一定要拿好出腿的时候啊手要抬高 因为很可能对手会我硬吃你一脚 然后滑你一拳 对就打你这个迎击 对 你看你看对方啊你看看就这意识啊 那么之前呢大概四五年前 马利利亚桑托斯就被张伟丽挑战过一次 而且是赢了啊 所以说张伟丽这个这次属于二分啊 马利利亚桑托斯也是想要复仇 毕竟上一把输掉比赛呃让他很不爽啊 这时候就会有问题 因为他在判断呃对手他还要想到自己的反击 对 双方在这个整个的长度上有差距的时候 对 哦漂亮 哎 哦进入到这个位置 对方的头啊 被自己的肩防得不错 对 张伟丽不是张伟丽战架还是不太一样 偏正面一点 对 哎呦这个拳吃得很硬啊 嗯还好这次张伟丽整个就是暴走防守比较严密一点 哦哦低伟丽战架 这一下低扫踢上去 这哥我我腿就断了 一出声来了都 对啊 好的目前张伟丽还是没有想往地面去带的意思啊 好看这个桑伟丽的腿上这个小动作也有一致吃地扫稍微一扭膝盖 对 第一局还有十秒钟 哦注意 哎呦对方的后手啊 哦小心小心小心 哦哦每次的明显的中击啊 OK第一回合比赛已经正式结束 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回合 要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如果纯打战力击打的话要把距离再缩短一点 对对因为你你这个距离正好是在对方出拳的距离的话 嗯你往后躲你觉得你是安全距离确实不安全 对这就很可怕 你看这个前手前手刺拳太长了 对 而且对方往前送腰动作送的也很标准 哦对手也不想让张伟丽进来这种距离啊 哦小心啊小心啊小心 这手不要齐全对 呃其实可以尝试一下进入地面 好的再一次两个人开始搅起力来了啊 桑托斯还是比较倾向于主动去拿地面的优势 但是张伟丽现在可不是轻易会给你这种机会的 两个人还是在这个内围纠缠起来 哦在两边小心啊小心 呃不要再换前手了 对张伟丽的头部啊确实有点不太 哦看看有没有轴 张伟丽也比较愿意用轴啊 第一面的垂直 哦在地面了 啊看看啊这个桑托斯双手 就盘得很紧对啊 数一啊 好地面砸击 对啊小心桑托斯也有肘啊 好的压低 哎呦但是对手这个反抗力度啊 啊这实在是太挣扎了 这体能到第二回合还能保持的这么冲 呃张伟丽现在这个鼻血啊 啊对 这肆体影响很大 影响呼吸可能会 啊小心小心啊 对方现在手进去拿到颈部 啊双手还搭了扣 但是这个位置应该还好 啊对 啊 但是他张伟丽想撤到侧面 一条腿现在被对方拿住啊 对 但是对方的这个如果身高 有一定优势的话 这个动作也会 哦好 一定要把腿抽出来 由目前来看的话 桑托斯两种手段 要么断头抬 要么是做十字枯 我们张力还得要小心一点 不能着了对手的道 右手用肘 好 走 走 走鸡 啊腿抽出来了 好 侧面 对 好 看拿到好不 好漂亮 骑上去了 对 吹鸡 哎呦连续的吹鸡 走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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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鸡砸得很深啊 哦 这继续 没有动作 怎么能没动作了呢 漂亮连续的手机脏拳 哦呦 对手直接是摇头抽出了啊 张伟丽 轻松拿下二反战的比赛 好的让我们恭喜张伟丽 那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 支持 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